即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 正因为 事物一直向着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 所以弱者经过一定条件的转化时才可 以战胜强者 这也是我们坚信与柔弱可以战胜 刚强的根本规律 弱者要成为强者 首先要善于居我 以保存自己 除夕就是践行明者保身 乾隆勿用的原则 使自己不被强者消灭 之后就要仔细分析 正是自己眼前的敌手 分析敌手强大的真正原因 比如他有什么资源是我没有的 他是怎么保持当下状态良好的 他未来的危机和隐患都有哪些 这些都是需要在居弱的状态时 必须考量与分析的 然后要善于利用自己身边所有资源 来拓宽自己的认知 途径有互联网 现实人际关系 高级社交场所等 刻苦努力学习 并时刻积极地反思自己 发展自己 如此只要遵循道德要求 就可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君子 会使用这种